大家好,我是神本的 現在疫症時期 我們大家都被迫不可以外出 頭髮也不能剪 看我的黑色就凸出來了 拍無料奶的時候 最常做當然是煲劇 但有時候會覺得 煲了這麼多小時的牛劇 好像很差時間 咦? 不過如果你可以一邊煲劇 又可以學外語的話 那就不同說法了 大家除了可以看我的 煲劇學日文系列之外 今天還想介紹一個 學外語神器給大家 就是叫做Language Reactor 沒錯,Language Reactor 就是一個可以在Netflix和Youtube 都可以開到雙語字幕來看的 免費軟件 雖然我說得很有氣勢 但這個並不是一個熱配片 為什麼? 因為不夠多人追蹤 快點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我差一點就一萬了 雖然不是熱配片 但我自己下載後 又覺得真的很好用 對於學習外語簡直是 事半功倍 所以我就要立即拍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 立即去片 Let's go 我們一起去下載 去Google那裏 按下一個 按下一個就會看到 Language Reactor 然後就會加到Chrome 沒錯 這個軟件是用Chrome 才可以用得到 已經完成了 右上角這個位置 多了一個Puzzle 寫著Language Reactor 這個時候我只要回到Netflix 那它就會叫你選個語言 好 那我們這裡就先選中文 繁體中文 好了來到這裡 你會看到頁面 WOW 下面有字幕 然後右邊是會有每一句的字幕 好像劇本一樣 列出來給你看 好 那我們首先 一進到這裡 就去到設定這裡按下 沒錯啦 首先第一件事 你這裡音軌 就選擇日文 因為你想聽日文 然後語言 就選擇日文的CC字幕 就會在上面大那個 然後呢 有一件事一定要轉的就是 整走羅馬字 我們學日文的 一定不要看羅馬字 把它變成Hiragana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按出去 你就會看到 是 沒錯啦 這些所有的漢字 已經變成Hiragana 在上面給你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日文字幕 但是那個字 你未必懂得讀的 現在你就很輕易 你就已經看到怎樣讀了 好 那首先這個黑黑的版面 會令到看影片的畫面小了很多 所以我們按下右下角這個按鈕 這個字幕和畫面就會合併 然後這裡就會有每一句的對白 我相信大家不會這樣看影片 OK 那你就可以打交叉 關掉它 再按全螢幕 哇 那你就已經可以全部搞定了 好 那我們再看看這個版面 有什麼可以用的 首先呢 最右手邊這個 就有一個漸咀 你可以隨意調教這個字幕的位置 好啦 那你通常想放低一點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放到最低 因為會跟下面那個時間軸 會重疊 你之後拿不上來 所以微微拿高一點 大概這個位置 就非常的帥 OK 這個按鈕其實是做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吧 沒有錯啦 如果你按這個按鈕的話 他每說完一句 他都會自動POST 那你就可以慢慢看回 哇 原來這個字 喧嘩壞了 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你是不是撩膠喊 但是他就簡單一點 譯做你認真的媽 OK 這邊左手邊 如果我們按向後的話 他就會回到上一句 下一句又可以 非常好的這個功能 因為平常我們聽不懂這句 我們只可以按前十秒 哇 那你又要等多八秒 才可以回到你想聽的那句 OK 中間這個圓圈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可以重複不斷說同一句 好啦 其實你除了按這裡之外 你按右上角這個按鈕 這個位置其實是有快捷鍵的 A S 和 D 就是剛才上一個重複和下一個 按Spacebar就是暫停和播放 跟著按Q就是可以 剛才那個每一句他都會停的功能 好啦 還有儲存目前的字幕就是R 然後放慢和加快就是一同二 好啦 其實這個app 還可以幫大家即時查字典 我們來看看吧 比如這個 微微微微微笑一笑 Model 他會立刻就一共有一個字典 還可以讀出來給你聽 真的非常之快 好 跟著最後還有這個會出功能 會出字幕就可以把整個劇集裡面的字幕 都把它變成一個文字檔 回出 哇 立刻變成整個都好像是一個劇本的形式 如果你印刷出來之後 就可以逐個逐個對著來讀 除了看Netflix之外 我們看得最多的就是YouTube 沒錯啦 YouTube都是可以用到這個Apps 只要是它的影片本身CC字幕有的東西 基本上這個Language Reactor 都一樣可以跟你同時顯示相語字幕 好 我現在就試一下Turn On OK Very Good 這裡就變回日文了 OK 就是這樣啦 有時的影片本身是沒有上到CC字幕的 只有YouTube自身的翻譯 究竟這些影片又可不可以正確地翻譯呢 我們就試一試 這裏非常好 因為它本身也有字幕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入口で痊せば 它就譯了做Aoi Ha 變成青齒 所以它就會變成 在入口處保護你的藍色的牙 還有眼睛 M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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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Tame Tame 它就聽不到 400日圓 它就譯了做4100日圓 差很遠 所以中文翻譯也是完全錯誤的 其實這個就不是Language Reactor的錯誤 就是只要這條影片 無論是YouTube還是Netflix 它的字幕當中 本身已經是有日文中文 或者你想要的文字的話 也可以用Language Reactor 作出這個商譽翻譯 好了 教完大家怎樣用 是不是覺得真的很有幫助呢 我自己一邊看影片 一邊學日文 所以對我來說 成效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仔 除了煲劇學日文之外 你自己也有什麼方法學外語的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Like這條影片 Follow我的Instagram 以及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之後有影片就不會錯過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